好了,今集回到這隻Digi王 最近都出了不少新的東西 今早剛剛見到的競技場 好像準備出,還未正式出 對嗎? 這個還要計時 17點到17.59 第一次打,23點,23點 5點,即是凌晨? 5點? 這個不用打了 會不會有人凌晨5點起床打競技場 我估計應該沒有,除非通頂不睡覺 這個時間真是 晚上5點 晚上11點 打到12點 凌晨5點 這個就是中午11點至12點 這時間真怪 為什麼要這樣分時間呢? 不知道他 不過報酬很豐富 第一名,直接拿60個閃光暴龍的碎片 然後還給你三隻晉升暴龍 第二至100名都有40個 還有20顆龍石 還有修正檔 BP 數碼碎片 錢 然後 看看 看看 去到 去到 二萬名 還有 還有一個 一顆 這是什麼? 中途排名? 啊 就是 只是那個 對 不是 這只是 骨日 排名 啊 日 排名 這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 十日 十日 排名 十二月一號 現在是七號 了 為什麼 是十二月一號 開始至十二月十一號 但是這個競技場 好像是今早才更新上去的 我今早才暗到有更新 奇怪 不知道他 最終排名 最終排名 還有一百個 還有五隻 還有一百個 五十顆 算了吧 這些 真的 你是不夠科長搶的 老實說 就算你肯付出時間 也未必夠人搶 付出這個 數碼石 總之就是有什麼新東西 等一下 彭榜 還沒有啊 還沒有開始打 全部都是零 可以留意 如果你有興趣打的話 再來是 劍王 出了劍王獸活動 也是打即分 也是之前那些 然後又可以 拿一百粒石 去抽 這些晶片 然後 可以一次過打多一點 然後 抽 東西 這裡有多一隻金甲龍 其實這次都一次過出了兩隻王家騎士 聖目的 知道王家騎士受歡迎 所以 一來就出奧米家 然後就是紅蓮 真紅蓮 現在就劍王金甲龍 如果沒有意外之後 都會順著 出賣王家騎士 一隻 然後 劍王 正常下一隻 應該是獨立獅 他兩隻應該是一齊出的 但是 他沒有一齊出 可能留下一次 就是獨立獅 獨立獅 然後 阿爾法 阿爾法 也是高人器 還要是官方的親生仔 特意為他出一套劇場版 現在動畫版又出了 TRI那裡也出了 根本是Bandai親生仔 阿爾法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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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傑斯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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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應該打後就會出賣 那些 出完王家騎士之後 可能就出七魔王 七魔王 七魔王 都算是高人器 墮天地獄 這些都很高人器 呃 尼尼斯 啊 這些 這些 就是 這些 大波妹 其實我覺得 那隻 尼尼斯根本是一個Cosplay 他畫一個Cosplay出來 然後肯定說他是一隻數碼獸 給我的感覺 呃 呃 六次獸 即是光明獸 這隻 高人器 光明獸 墮落形態 跟著 利維坦 巴爾巴 究極魔 反而其他 那些 好像 人器就 好像沒有剛才說的那些 那麼高 出了七魔王 然後 又出了 呃 這次這個 就不太吸引我了 急甲龍 迪安娜 月亮女神 接著 沙古牙 即是三隻 完全是沒有 相關的 完全是沒有相關的 一隻 靈異的主角 加王家騎士 接著 這個就是 零三的主角 然後 迪安娜 是遊戲的主角 以前 好像在 NDS上 出過 一款 叫做 太陽 太陽和月亮 好像 就是 那一隻 主角 完全不相關 雖然 都是主角 唯一相關的 都是主角 不過 金甲龍 就 沒什麼興趣 另外那兩隻都沒什麼 雖然我是比較喜歡龍系的數碼獸 但是 唯獨是金甲龍這隻 他動畫的表現太廢了 被他影響了 設定上 他是王家騎士 防禦力最強的 但是 看回他動畫的表現 實在 有少許陰影 所以這次也是不抽 留一些石 等他出奧米加 到時就拿石 來屈奧米加 可以來打這個 劍王修 但是 這個 超高級 要吃石 可以說一下 這隻 零四的 大反派之一 又是王家騎士團 其中一隻 騎士型的數碼獸 和紅蓮一樣 屬於比較特別 因為他是病毒型的數碼獸 病毒型 但是 是 做正派 很大 這隻 就 有點像海賊王 入面的 那個 赤犬 為了執行目的 就不擇手段 這隻 東西呢 一開始我看一隻 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 應該是一隻女性型的數碼獸 看他的外形 根本是一隻女性型 然後 動畫 看 是用男人去配音 然後 我就 被他搞到有童年 陰影 從此之後 他在我心目中 就造成了一個 一個 那型的形象 你只看一隻外表 根本是一隻 一隻 女性的數碼獸 但我猜不到他會用男配音 設定上是一隻男性的數碼獸 對 你看看他 根本是女性 女性 女性的外表 不知道為什麼要用 男性的配音 然後 日版配音和 中文配音都是用男性的 很奇怪 日版配音 我 找回CV表 他還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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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龍太郎 那個人 在傳說系列都有配音 他在以前 命運傳說裡面 他就是 配那個 男主角 斯坦爾 那把劍 那把火屬性的守護者 就是配音 當時我玩命運傳說 當時我聽到他的聲音 我都覺得 根本是男影中的男人 他那把聲 對 是非常之 非常之man的 一把聲 然後找他來配 配到這個 所以 對 同時之後 我就 真是 真是 童年陰影就是這樣來 一開始明明以為 是我女兒 然後 突然跟你說 這個是男 對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經改變不了 對我又是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其實你 老實說 你騎士型的數碼獸 其實都不少 你王家騎士裡面 都很多隻 下面底層有些騎士獸 對 其實你找他來做一隻女性的騎士 其實都可以 為什麼要把他變成男性呢 對 對 女性的騎士 反而我又真是 沒見過 對 不知道官方 真是 真是想不明白他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劍王 如果用英文寫出來 就是 Loi Nai Momma Loi Nai Momma 這個 Loi 即是L-O-R-D 就有 領主的意思 即是主子 領導之類的 那 那個 Nai K N-I-G-H-T 就有 騎士的意思 即是他英文都 挺神奇 即是 如果你拆開了K 就這樣 N-I-G-H-T 即是 夜晚 Nai 然後 再加一個K 上去 又是讀Nai 但整個意思不同 變成騎士的意思 所以 英文都很神奇 英文 對 名字的意思就是 領主 跟著 騎士獸 即是騎士的領主 設定上 他也是 這些 即是這一堆騎士獸的 博士 就是騎士獸 就是他的靈 對 中文就譯了做劍王 反而 這次的翻譯 我支持他 如果他照日過來 應該就是 騎士領主獸 或者騎士 黃獸 但 反而我覺得 這樣 有點怪怪的 即是他用這個劍王 其實 個人覺得不錯 即是劍 即是馬獸 這些騎士獸 即是這隻 這樣的騎士獸 即是劍就是他的代表 就是他 即是他的騎士沒有 沒有 拿槍 拿斧頭 沒有其他武器 總之 整隊騎士獸 都是拿劍 他改成這個劍王 對 所以 這個名字改得不錯 即是 這個劍就是代表 這個騎士獸的劍 所以 所以他這一個是 我覺得是 好過 就這樣 搬 這個意思過來的 一個譯名 這個名字 這一個值得不錯 我覺得 對 可能那時候 那些翻譯已經好了 畢竟 畢竟是 已經是04年代 那時候 網絡都開始好一點 資訊都發達一點 即是 無論如何都比 01,02年代 那時候 所以 那些翻譯出來 都相對地比較好 可惜 這個名字 也不錯 但這隻 真的 對我造成了不少衝擊 現在 他無論如何都改變不到 他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 那型的形象 無論他多厲害 也好 或者地位多高 也好 你雖然是王家騎士 但 對於我來說 也是一隻 那型的王家騎士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如果我不看動畫 也會好一點 看了動畫 就 唉 他一說話 就糟糕了 對了 嗯 今集 都 先說到這裡 先玩了 有興趣 就 拆分 這裏我繼續等他出一隻奧米架出來 嗯 那就 對了 下一集再見 就是這樣